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白鹿视频报道,贵州同仁的一位七巡爷爷老来得子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。 据孙芝女丁女士介绍,这一情况是属实的。 爷爷七十多岁,奶奶三十九岁,是当地人,家里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。 丁女士表示,经济有点困难,但亲朋好友都会帮忙。 为了孩子,他们自己购买奶粉,并收到了食物和衣物的捐赠。 针对质疑,丁女士回应称,奶奶是当地人,与爷爷结婚已有二十年,新生儿是二胎,只有十六天大。 镇政府工作人员证实了爷爷老来得子的情况,并表示他们每月会给予特困供养金。 据网友评论,对于这个情况有不同看法,一些人表达了对孩子的可怜,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当事人和亲戚都很开心,没有发表看法的必要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